周康熊 南門椅子 沒有南門椅子的粉絲嗎 有嗎 南門椅子都沒在開台了 他沒在開台喔 沒有啊 為什麼不開 他有他的事業在做法 他是寫小說的 那是他的興趣吧 孩子對決沒錯 沒有不是我沒有說沒錯 哎呀 應該很少人看到他留言 是不是被我這個組合是被我猜中的 歐巴馬打擊 真的拿出亞香寶 我對這兩位也是挺了解的 猜出這樣的陣容我覺得也是合行合理 贏低打刺客真的難打 真的 就是照理來說啦 就是這個刺客應該是要贏的 但是 但是對方畢竟有扣一個虛弱 如果招是閃得好的話 那這個解可能會比較尷尬一些 就要看他上六那一波他的招閃怎麼樣 除非他還沒上六之前就壓到爆 之前也有遇到這個狀況 有機會 一剛開始就 互相消了一點血 那解應該就只能先用手 反正我現在路線就 我就搶好兵線 我就比你先上二 壓制你的血量 讓你即使 如果血量壓得夠低的話 其實你上六也不是那麼的好打 路線一開始先點W技能 對現在基本上路線一等都先點W技能 因為其實傷害是差不多的 反正之後都要點 對 所以先點W技能 比較容易poke到對手 對然後就打點線嘛 對 喔中背欄 有斗內耶剛剛 喔 謝謝大大的斗內 我們斗內 阿燕鵝是雖然輸了 可是如果是燕鵝粉的話 那也謝謝 我希望把這個賽事可以辦得更好一點 吃掉 吃掉 吃掉這一票就有點虧一點啦 不過這個血量算是換得蠻漂亮的 他有滑上去再一個W 但這波要小心一點 因為結的影子要轉好了 如果這波被打到一個 打到一套加電型的話 可能就不太妙了 因為現在你看這個現場這樣 這樣就有點不太妙 注意喔不能跑進野區喔 他現在接連吃到這幾票 其實有點虧阿 這個結的血量是有拉起來的 而且他這邊出了是個多藍盾 所以他其實不 不太怕你點 他就在等等級 然後就去做一些消血的東西 還不給他回家 還是有破個到耶 還蠻準的耶 這一次換血有換回來了 但是這個路線快沒魔了 所以說他 要贏一下這場比賽 他一定要找個 時間去做一下recall 不然的話 如果他一直回不去的話 這個上六也是沒有機會 可以做一些反打的 好這波這邊有點可惜 如果是 如果是 這邊如果有直接轉到的話 順便有機會 打電型 然後過去直接普攻一下點燃 應該就帶走了 他普攻第一下特別痛 對喔 這波很聰明耶 他是利用泡車波在揮阿 這是有想過的 對對對 至少人家吃冰藥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謝謝 沒事喔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只有一台螢幕 所以 之後可能會想辦法 看怎麼樣看斗內的文字什麼的 因為現在 很簡陋 我們在路邊 直播有點簡陋 會我們會改進 不好意思喔 謝謝你 喔 其實他 他現在他不急著推 他把兵線稍微控制一下 他可以稍微讓 兵線去做一些 至少讓結 對 去做一些 抵耐的動作這樣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 衝進去想要殺他 因為其實你這樣 送大波兵線過去的話 就是結上來 上線他就是把那波兵線吸完 對 那你這樣你的平衡拉不回來 這場是南門椅子對上 嬰兒 他現在控兵線控在塔下 炮車 那兵線就要開始被慢推出去了 對 但是還 但是還好 照理來講 是 是不好打的 對 但是這畢竟單挑賽 他們帶的技能 就是 還有虛弱 對 對 他應該還快上6了 他現在可以 他現在可以 嘗試的 把站位可以靠7前一點 有機會趁結 這個還沒6的時候 上前去打一波 唉呀 這會有點虧 被消到一點血量了 這就不太妙了 欸 現在可以往前 別 別 對 別讓 欸 這波打得好 這波打得好 他利用 他利用一個結 還沒上6的時間 因為結一定要搶這波兵線的 他這波打得很聰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